大家好 沉迷挖坑的博士终于填坑了 我是小蜜 那前几期视频中咱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 国家政策会消灭杨永信们 那杨永信是谁呢 在网友口中他是雷电法王 杨教授 磁暴步兵 电击狂魔 绰号背后藏着深深的恐惧 在一些家长口中 他曾是杨叔 活菩萨 救世主 上帝 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好医生 杨永信到底干了什么 为什么舆论压力下 杨永信一度获得家长的支持 杨永信为什么出现又为什么不会再出现 请大家扣BNBS上车 今天我们反思沉痛的网影记忆 聊一聊消失的杨永信 1982年 杨永信毕业于以水医砖 进入林仪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工作 此后近20年 杨一直从事精神疾病的临床治疗工作默默无闻 那时候谁也想不到 这个看起来和善老实巴交的人 有一天会改变中国社会 转折点出现在1999年 据杨一次采访周偶然透露出的信息 他的儿子在这年接触到了电脑 并出现了沉溺网络的现象 那杨永信是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 他怀疑这是否是一种心理疾病 并查阅相关资料证实他的想法 果不其然 他很快就从美国同行那里得到了灵感 苏联解体后 美国是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社会发展迅速 网络普及率积极攀升 国内也出现了青少年沉迷游戏的现象 面对这一前作未有的新课题 学界陷入亢奋 1995年 美国精神病专家出于嘲笑迂腐学界的目的 杜撰出网络成瘾症 并给他下定义为 由于使用网络放弃重要的社会和职业活动的精神疾病 没想到网瘾这个概念一炮而红 无数科学家在网瘾是否是疾病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 相关论文产出一篇又一篇 美丽坚是怎样 按下步表 杨永信显然对网瘾是病这个观点深信不疑 既然是病 那就要治疗啊 有了外国文献作之称 2000年 杨永信接待了第一例网瘾患者 随后几年 互联网发展按下了千倍加速键 没有审查 没有监管 无数网游 游戏厅 黑网吧 颈盆而出 这两参差不齐 价值观泥沙举下 一切都太快了 快到人们的素质无法跟上科技进步 2000年5月9号 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 电脑游戏 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 由一位母亲控诉引出了暗访 记者实地暗访武汉的电子游戏厅后 写下了这篇文章 控诉游戏厅害人不浅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 也有少许夸张比目 一时激起千层浪 国家回应激励的家长诉求 紧急发布 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 要求停止一切关于游戏机的生产销售经营活动 谁也想不到 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2002年6月16号凌晨2点40分许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炉20号院内发生一起 恶意报复纵火事件 致使25人死亡 12人不同程度受伤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拦极素网吧纵火案 因为抢劫被拒绝上网 四个未成年网瘾痞子为了报复 一桶油 一个砸火机 一条铁链锁住门 一把大火烧死了25个人 国家火速出台三个重要文件 要求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黑网吧一度销声匿迹 蓝吉素纵火案的恶劣影响极其深渊 直接改造了整个社会对于网络和游戏的看法 直到今天仍未消退 人类普遍有种将极端个体行为上升到整体的通病 很多人对网瘾少年群体极度失望 认为网瘾少年约等于会因为上不了网杀人 约等于精神病 约等于没人权 约等于可以使用一切治疗手段 当时对于网瘾的治疗国际上有两种 美国的先例书导 从精神上感化迷途羔羊 韩国的魔鬼训练营 从军事化管理和强体能消耗上入手 但这两种模式市场反馈疗效不佳 治疗率并不高 而杨永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开始大方一猜的 2006年1月 杨永信成立林医网瘾中心 此后备受诟病的电机疗法 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杨永信坚信电机是行为矫正治疗 网瘾中心采用的是 心理家药物家物理家公寓的成熟综合模式 这套说辞成功说服了 一大批孩子沉迷网络的家长 2008年汶川大地震 举国哀悼三天 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5月21号上午 一段女子因为无法玩游戏 辱骂灾区人民的视频 在网上疯狂传播 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 再次将网瘾问题摆上台面 社会对网瘾少年们的看法再次恶化 因为家长痛骂 玩游戏玩得连人最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 游戏把我的孩子变成了魔兽 而家长们的无助恰恰是有些人的市场 杨永信开始大肆在报纸网站等媒体打广告 对外宣称网界中心已经平稳运行两年 接受了几千个患者 治愈率高达96% 永信模式一炮而红 各地媒体争相报道 读者连连赞叹 称之为奇迹 爆火出圈 7月2号 CCTV播出网瘾专题纪录片 赞网瘾 赞网磨 片中无论多么逆反 桀骜不逊的孩子 只要跟着笑秘密的杨叔进了13号房间 出来就变成了痛哭流涕 一项父母下跪求原谅的好孩子 如此疗效简直是神迹 至于13号房间里面发生了什么 没人在乎 节目播出后 杨永信登上神坛一夜成灭 全国各地绝望的家长们 纷纷将孩子亲手送进网界中心 万众簇拥中杨永信迈入人生的高光时刻 虚假的高光再让也有暗淡的一刻 随着患有网瘾症的孩子们置于出院 神秘的13号房间中隐匿的秘密浮出水面 原来那些孩子并不是康复者 而是受害者 所谓的永信模式也被撕下了底库 首先杨永信和父母签订合同 将管教孩子的部分权利转移给网界中心 形式类似生死状 过程中每个孩子至少有一名家长陪同 除了13号房间家长不能进入之外 其他环节全程参与 这意味着网界中心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有家长的同意 而孩子进到13号房间后就直奔主题 开店 房间内使用的仪器是之前被用来治疗狂造精神病人的 但是因为侵犯人权早在2000年就已停产 属于非法医疗器械 新来者会被几个强壮的盟友按压在病床上 通电后杨熟练的调到20毫安 在受害者的太阳穴上开店 20下酸一组美其名曰行脑治疗 据受害者描述 被电时感觉有100万针扎在脑子里 像用刀子在脑子里脚 声不如死 杨永信垫完一组杀微电再问问题 你爸妈为什么把你放到这里来啊 多数被害者这时并未屈服 回答不知道 杨永信司空见惯笑着再来一组 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被用骂骗来的 那好吧咱再继续治疗吧 再垫一组杨再问 知道为什么了吗 这时多数受害者都已经认清现实 形势比人强 知道应该有上网 玩游戏对吗 不对 还委屈吗 不委屈了 这是惩罚还是治疗 惩罚 杨一听笑了 继续电呗 最长的一个受害者 坚持了一个多小时 才驱打成招 承认是治疗 那能不能很好在这配合治疗呢 也行 出去不能告诉家长发生了什么 否则后果不用我说了吧 受害者走出13号房间时 精神防线已经被杨彻底摧毁了 杨一句 还不向你爸妈道歉 受害者立刻跪在父母面前痛苦 父母满意的看到疗效如此之好 更加坚定送孩子来借网引的决心 受害者接下来要经历至少三个月的地狱 在网纪中心 每个新来的盟友都要接受长达一个月的点滴 注射的主要是镇定剂和安神类药物 此外所有盟友每天要吃很多种精神病药物 还有大量激素 神经抑制剂和上瘾成分 吃了之后 整个人脑子昏昏沉沉的 几乎没有情绪波动 杨严格军事华管理 设立86条行为规范 触犯任何一条都要夹圈 集满五个圈就要点现前享受杨叔电疗专场 为了攻破盟友们的心理防线 杨有心每天都会开点评课 持续洗脑家长和孩子 将自己打造成板就破碎家庭的救世主 考虑到有人宁愿自杀也不愿受罪 也要设立连做举报制度 人盯人 而且完全按照精神病院标准布置 断绝任何自杀的可能 想逃跑也是天方夜谭 杨有一支由热心家长组成的别动队 能量巨大 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 家长们下要绑架也要把你带回去 随着站出来发生的受害者越来越多 民间的质疑声浪也越来越大 2009年央视再次派出记者调查 拍摄纪录片《网瘾之记》 这也是第一个对杨永信的官方负名报道 面对记者的不疑问 杨永信也很直白 必须让他产生一种不舒适的体验 才能产生效果 亲口承认电疗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感到不适 本质上就是恐惧了法 厌恶了法 央视这次报道内容详实 含蓄的暗示杨永信不过是个暴力迅速的江湖骗子 再次引起巨大反响 当年卫生部紧急下发通知叫停了电修客治疗 据盟友所说 彼时的杨永信在铺天盖地的谴责声中压力很大 甚至怀疑过自己 但最后他的逻辑自洽了 自己是治网瘾的神 而神是不会犯错的 他升级了治疗手法 将网界中心更名为青少年行为矫志中心 将治网瘾扩大到治一切心理问题 点线前改为承担责任 非法的电修客治疗仪改为低频脉冲电子治疗仪 甚至疗场也从三个月加到六个月 一切改变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甚至更加残忍 受害者和治愿者们从未停止揭穿杨永信的努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终于抓住了机会 2016年 自媒体迎来黄金时代 一篇十万家报文 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 再次将杨和网界中心腿上风口浪尖 亲历者发文 我在邻仪网界中心的真实经历 获得千万次点击量 真实的恐怖经历描述使互联网沸腾 杨永信满面喊声 先在左右太阳穴插两根针 要在下巴和额头插两根针 再分别在双手指甲缝插四根针 一共用了四个仪器 后来我才明白 一波又一波的无法忍受的痛苦 是因为杨叔不断拨弄四个仪器的电量大小 太阳穴被电焦了流不出血 手被电黑了 我想他宁愿死也不愿再进13号房间 在这一波舆论攻势下 杨永信跌落神态 网界中心风光不再 2018年10月22号 网友发布一段视频 配文 我就发一段13号诊事的惨叫 孩子生死历劫的惨叫 揪着每一个人的心 当然院方很快辟谣了 这段视频证据也许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9年2月 网界中心庄于关庭 标志着永信模式的终极 但永信模式却证明了一件事 面对绝望的家长让孩子听话是一个可以赚钱的财富密码 杨永信隐退了 但类似的永信模式却没有消失 立竿见影的消失 造成的伤害也无法被弥补 那些被治愈后的孩子们 在心里住气无法摧毁的高厢 远远的逃开 不少人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 老死不相往来 失去了相信他人能力的他们 甚至枕头下藏着戾气 一点声音就会惊醒 如今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11亿 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1.6% 网民群体已经成为绝对的多数 中国人对网络的认知越来越客观 互联网已经成为生活的水与电 网瘾似乎已经成了时代的眼泪 当我们再次回顾雷电法王 杨永信和他的13号房间时 不仅仅是感慨当初的时代局限性 更应该反思 为什么如此明显的侵犯人权 打着质量广子的虐待 会被一些家长视为救赎呢 所幸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 有些事情需要国家出手 需要家长负责 因为如果完全交给市场就会变味 就会出现杨永信闻 而我们的社会从来都不需要 并且将永远不需要杨永信闻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多多点赞关注吧 下期视频 博士继续跟大家盘一盘塞尔维亚 看看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两个国家 是如何各种不对付的 科索沃发生了哪些大事 西方又是为何在重重矛盾下 发起科索沃战争 想看小伙伴快来催更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